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称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欢迎收看本期系列课程 我是主讲老师Wincent 本期课程呢 主要讲的内容是用户体验及交互设计 我们主要讲这个交互设计神迹XRP 好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XRP这个软件 这个呢 是XRP8.0的logo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下载这个软件 这个呢 是XRP的英文单词 我们把它拆分一下XRP和RP分别代表什么 左边XRP代表美国的XRP公司 右边的RP是快速圆形的英文单词手字母 所以大家会发现它是一个干嘛的 画这个快速圆形图的 它的应用领域主要有这么三大块 第一个呢 是产品的需求文档 第二个呢 是操作的流程图 第三个呢 是低保证原型图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产品的需求文档 有人可能想这个需求文档 文档你不是应该拿这个Word来写吗 其实我们这个需求文档呢 一般都是拿这个XRP来写的 因为它上面可以有很多的这种选项卡 可以直接切换跳转页面 非常的方便 因为可能这个需求文档里面内容非常多嘛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云音系统的商业需求文档 给大家大致的浏览一下 你看大家看上面啊 有简介 思维导图 运形图 用力文档 需求卡片 这个呢 是简介里面的版本说明 当前的版本呢 是V1.1.3 下面呢 有这个版本啊 具体的 对吧 新生了哪些功能 修改了什么功能 对吧 具体的描述 以及修改的原因 这个呢 是本次修改这个开发周期 工期呢 是30天 对吧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然后这个呢 是历史的版本 比如从V1.0开始到现在这个V1.1.3 这个呢 是修订的历史 好 这样下呢 是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呢 主要是描述这个 APP里面的这个详细的页面 里面的这个架构层级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这里面呢 是页面的这样一个条件 是吧 这个呢 是原型图 当然这个是用来做全局说明的 下面这张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保证 圆形图 其实都是一些现框图 加上一些简单的文字 对吧 能够大概的描述住我们这个 APP的功能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想一下 假如说你去公司里面上班 老板有了一个想法 直接让UI设计师去画这个高宝人界面 你觉得合适吗 是不是这个老板的想法可能不成熟 可能有错误 你如果说让UI直接去画高宝人界面 是不是非常的耗时 如果说错了之后还要去修改它 更加的耗时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软件叫Action 它可以画这个第一保证明图 它的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那么可以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工作的成本 工作的时间 好 然后再往下 这个呢 是用力的文档 当然这个可能是给开发人员 或者是给这个测试来看的 好 这个呢 是需求卡片 好 上面这一堆是这个需求文档 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个操作流程图 用我们这个Action软件也能把它画出来 好 我这边放了一个登录注册 第三方登录的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图 那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APP 先出一个登录界面 登录界面里面呢 可能让你输入用户密码 对吧 然后里面可能有注册 有这个忘记密码 他先问你 你是否已经注册过 如果说你没有注册过 那么我们就走上面的这个注册的流程 第一步先看嘛 第一步呢 先输入手机号 再输入密码 好 然后验证一下这个输入是否正确 这个地方的验证呢 是验证格式是否正确 比如说手机号是否是11位的数字 里面里面出现了这个英文字母 对吧 很明显就是错的 比如说密码是否是我们这个平台要求的 6到12位的数字加英文字母加符号的组合 如果不正确 对吧 我就给你先报个错 然后你再来填 如果说正确 再往下 第二步是获取并输入验证码 然后再往下 这地方又开始验证了 对吧 这地方是服务器验证 验证什么 你说这个密码是否是我们这个平台发给你的那个短信验证码 如果对 如果不对 再输入一次 这个是一个注册流程 对吧 如果说你已经注册过了 那么可以走这个登录流程 对吧 那可以是手机号加密码输入一下 然后呢 就直接验证一下 然后就直接登录 对吧 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普通登录 我想用这个第三方登录 对吧 第三方登录呢 可以这边走这个第三方登录流程 比如说我们的微信 QQ 新浪微博等等 对吧 你一点那个微信 是不是会弹出一个页面 微信端的界面 微信问你 你是否授权这个APP登录 你要点同意就可以了 是吧 好 然后再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保真元 这边呢 我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低保真元的界面 但是这个画的已经非常漂亮了 是吧 好 这边呢 有手屏界面 引导页 登录页面 输入页面 等等等 画这个页面 就是速度快 能够快速的表达这个页面的意思 我们开会讨讨论功能 对不对 对的话 就让Ui去画高保真界面 把它美化起来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软件的低保真元 好 然后再往下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 公司里面上班啊 一个项目的开发流程 大概呢 分为九步 第一步呢 是先沟通 啊 我们这个夹方公司 和引方公司 对吧 大家一块啊 坐下来讨论 讨论什么呢 讨论需求 我们问什么类型的用户啊 开发什么样的功能 满足用户 什么样的需求 讨论 讨论好之后呢 可能会得到一个大致的结果 然后让我们这个产品经理啊 去策划 写一个这个需求文档 里面可能具体的包括了啊 我们的核心功能 什么特色功能 详细的功能 全部都把它挪在出来 并且啊 功能怎么做 怎么开发 怎么实施 把它写的很详细 好 然后再往下啊 策划稿 写完之后啊 给客户去看啊 客户一看 哎 对的啊 我们可以开始做了 我们就立项啊 签一个合同 支付一个啊 可能手机款 对吧 第四步 这轮到我们这个优异啊 优异呢 其实就是交互设计师 优异干嘛啊 优异根据这个需求文档啊 去写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个 心意交合图 这个操作流程图 啊 低保证运行图啊 精品分析 用户画像等等 这样的一些事 啊 做完之后呢 到我们的UI啊 我们这个UE呢 把这个低保证运行图啊 给到我们这个UI设计师 UI设计师呢 根据这个低保证运行图的功能 用我们的Photoshop AI Sketch 或者是XD啊 等软件 绘制漂亮精美的高保证界面 高保证界面画完之后呢 就给我们这个开发人员 开发呢 分前台和后台对吧 啊 开发好之后 然后再往下到第七步测试啊 开发好之后并不是直接上线的 我们去需要去测试一下啊 开发好的东西有没有bug 如果没有bug对吧 给客户啊 再 验收一下 如果有bug对吧 然后让这个诚信员啊 啊 UI 优异 产品经理去修改它 啊 最后呢 客户验收好之后啊 就可以上线了 对吧 比如说发布到那个什么 AV Store里面去 就已经成功了 让用户去用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整套公司里面的 开发流程 我们这个 UI呢 是处于这个最中间啊 第五步的位置 对吧 但我们这个 UI 为啥要学 优异的东西呢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呢 他希望节约成本啊 他希望这个 UI呢 会的更多啊 他希望 UI呢 会画第一保证图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X软件啊 能够简单的画一些第一保证界面就可以了 好 本次课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聆听